红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6月初由太太真心营出面 到指挥中心申请捐赠500万剂BNT疫苗 经过两个礼拜终于露出曙光 原本指挥中心要求要有原厂授权书额卡关 陈时中的态度一再转变 外界猜测 是不是因为国产疫苗已经成功解盲 加上外购疫苗迟迟没有来 让高层决定放松管制 我想民间企业都非常的努力 不过我们也知道 我想大家也都明白 在国际现在的现货 其实都非常的少 那确实能够顺利的采购到 我想就已经非常不简单 那供货的时辰 我相信大家也都没有办法 有这样的一个把握 指挥中心松口 不过永龄基金会的态度 依然低调 只发出声明强调资讯 厘清中有进一步消息 再向大家说明 就怕动作太大又出现变数 而台湾争取疫苗的好消息 可不止一件 根据日媒15日报导 日本外务大臣 茂木敏冲表示 16日将捐赠100万剂AZ疫苗给越南 也考虑在7月捐资疫苗给印尼 泰国 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而也正在考虑透过COVAX 再捐赠疫苗给台湾 那对于日本政府这样的一个善意的表达 我们非常的感谢 那我们会持续的跟日本政府来做相关的沟通 表达对日方的感谢 因为台湾目前的疫苗数量只有200多万剂 距离全民施打还有一大段落差 中央跟民间纷纷想办法进口国外疫苗 提升疫苗施打率 才能让疫情获得缓解 欢迎新闻杨格林凯伦 特别报道